您好,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名助理 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看边听 欢迎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55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忽颜拙摆布连环马 诗曰 诱慈父母去乡邦 铁马金戈入战场 截发围绳穿断甲 扯其坐带裹金疮 腹肌灌把人心时 口渴曾将卢雪肠 四海太平无事业 青铜仇剑 病如霜 话说这八句诗 专道武将不容易得坐 自古道 一将功成万古枯 常有此言也 且说高太尉问呼颜拙道 将军索宝何人可谓先锋 忽颜拙禀道 小人宝举陈州团练士姓韩明涛 原是东京人士 曾应过武举出身 是一条扫墓朔 人呼为白胜将军 此人可谓正先锋 乃颖州团练士姓鹏蒙启 亦是东京人士 乃雷带将门之子 使一口三尖两刃刀 武艺出众 人呼为天目将军 此人可谓傅先锋 高太尉听了大喜道 若是韩鹏二将为先锋 何愁狂寇哉 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 押了两道蝶纹 着疏密院 差人星夜网陈颖二州 调取韩头鹏起 火速赴京 不寻日之间 二将已到京师 近来殿帅府参见了太尉 并呼颜卓 此日 高太尉带领众人 都往御教场中 敷衍武艺 看军辽荡 却来殿帅府 会同疏密院官 继军继众士 高太尉问道 你等三路 总有多少人马 呼颜卓答道 三路军马 既有五千 连部军数 即一万 高太尉道 你三人亲自回州 拣选精锐马军三千 部军五千 约会启程 收脚梁山坡 呼颜卓禀道 此三路马步军兵 都是训练精属之士 人强马壮 不必殿帅忧虑 单空一甲未权 只怕误了日期 取遂不便 其恩向宽限 高太尉道 即使如此说实 你三人 可就经是假账库内 不拘树木 任意悬检一甲 窥刀 官领前去 不要军马整齐 好与对敌 除尸之日 我自拆官来点事 忽颜卓领了军旨 带人往假账库 官支 忽颜卓 选弃铁甲三千副 熟皮马甲五千副 铜铁头盔三千顶 长枪两千根 滚刀一千把 弓箭不计其数 火炮铁炮 五百余架 都装载上车 临辞之日 高太尉 右拨与战马三千匹 三个将军 各赏了金银断皮 三军 进官了两赏 忽颜卓 与寒涛 鹏起 都与了必胜军状 辞别了高太尉 并淑密院等官 三人上马 都投如宁州来 鱼路无话 道德本州 忽颜卓便道 寒涛 鹏起 各往陈颖二州 齐军前来如宁会合 不够半月之上 三路兵马都已完足 忽颜卓便把京师 关到衣甲盔刀 骑枪安马 并打造连环铁铭军器等物 分表三军一了 伺候出军 高太尉 高太尉拆到殿帅府 两员军官 前来点士 铐上三军一把 忽颜卓 百步三路兵马出城 端帝市 安上 人匹铁铁 坐下 马带 同龄 惊奇 红斩 一天霞 刀剑 白铺 千里雪 公弯雀化 飞鱼带 半路龙梢 剑叉凋零 狮子湖 锦栓 豹尾 人顶身窥 垂护相 威露双精 马匹重甲 带猪鹰 单悬四足 开路人兵 齐丹大福 和后军将 近年长枪 冠战而郎 各个英雄 如子鹿 能争士族 人人斗胆 似将为 数千甲马 黎州城 三个将军 来水泼 当下起军 百步兵马出城 前军开路韩涛 中军主将胡彦卓 后军崔都彭起 马步三军人等 浩浩 沙本梁山泼来 却说梁山坡 远探鲍马 进到大厅 报之此事 据一厅上 当中朝盖宋江 上手军师吴佑 下手法师 公孙生 并众头领 各与柴敬 贺喜 终日延宴 听之报道 如宁州 双边忽颜拙 引着军马 道来征进 众街商议 营敌之策 无用便道 我闻此人 祖乃开国功臣 河东名将 忽延赞之后 敌派子孙 此人五亿金属 使两条铜鞭 人不可尽 必用能争赶战之家 先以力敌 后用至勤 说言未了 黑旋风 李逵便道 我与你去捉这次 宋江道 你如何去得 我自有调度 可请霹雳火秦明 打头阵 豹子头林冲 打第二阵 小李广花荣 打第三阵 依仗请护三娘 打第四阵 并欲持孙力 打第五阵 将前面五阵 一队队战霸 如防车般 转座后军 我亲自带引 十个弟兄 引大队人马压后 左军武将 朱铜 雷恒 木洪 黄信 吕方 右军武将 杨雄石秀 欧鹏 马林 郭胜 水路中 可请李俊 张衡 张顺 阮家三兄弟 驾船接应 却叫李逵 与杨林 引步军分作两路 埋伏就应 宋江调拨已定 前军秦明 早引人马下山 向平川旷野之处 列成阵势 此时虽是冬天 却喜和暖 等候了一日 早望见官军到来 先锋队里 百胜将韩涛 领兵 闸下寨诈 当晚不战 次日天晓 两军对阵 三通画脚名处 郭天班 雷起战鼓来 宋江队里 门旗下 捧出霹雳火勤明 走出阵前 马上横着狼牙棒 望对阵门旗开出 先锋韩涛出马 怎生模样 由八具师为证 单见 涛略传家远 胸襟智气高 解横枣墓朔 艾卓锦征袍 平地 能擎虎 遥控 灌射雕 陈州团练使 百胜将 韩涛 先锋将 韩涛 横朔勒马 大骂秦明道 田兵到此 不思早遭投降 魂自敢抗拒 不是逃死 我只把你水泼填平 梁山踏碎 生情活捉你这伙反贼 皆经碎尸万段 我之愿也 秦明又是性急的人 哪里听了 也不答话 便拍马 捂起狼牙棒 直取韩涛 韩涛挺朔越马 来战秦明 三剑的这对厮杀 但见 纵两匹龙眉持重 使两班兵器逢迎 往来不上好离 上下起饶分寸 狼牙棍起 望中指向顶门敲 铁杆朔来 错里不离 心砍刺 正是好手中间 施好手 红心里面 夺红心 当下秦明韩涛两个 斗到二世余和 韩涛立切 只带要走 背后中军主将 忽炎卓已到 见韩涛 站秦明不下 便从中军 武起双边 纵坐下那匹 欲刺 踢血乌锥 咆哮 嘶喊 来到阵前 秦明见了 欲带来战忽炎卓 第二波 抱死头 林冲已到阵前便叫 秦统治少些 看我战三百合 却理会 林冲挺起蛇毛 直奔忽炎卓 秦明自把军马 从左边 学向山坡后去 这里忽炎卓 自战林冲 两个正式对手 枪来变去 花一团 变去枪来 紧一簇 两个斗到五十合之上 不分胜败 第三波 小李广花荣军到 镇门下大叫道 林将军少些 看我擒桌这丝 林冲拨转马便走 忽炎卓 因见林冲五一高强 也回本镇 林冲自把本部军马一转 转过山坡后去 让花荣挺枪出马 忽炎卓后军也道 天木将彭起便来出马 怎见得彭起英雄 有八具尸为证 两眼露光芒 生雄兴气刚 刀横三尺血 假药九秋霜 舍命临边赛 争先出战场 人称天木将 彭起最高强 当下和后将彭起 横着那三尖两刃四鞘八环刀 咒着五名千里黄花马 出阵大骂花荣道 反国逆贼 何族为道 与武拼个输赢 花荣大怒 也不答话 便与彭起交马 两个战二十余和 忽炎卓见彭起立切 纵马五边直奔花荣 斗不到三河 第四波 仪仗清 护三娘人马一道 大叫 花将军少谢 看我捉这丝 花荣也引军 往右边 雪转山坡下去了 彭起来战 仪仗清未定 第五波 并欲持孙力军马早到 勒马于阵前摆着 看着护三娘去战彭起 两个正在征辰营里 杀气阴中 一个是大杆刀 一个是双刀 两个斗到二十余和 仪仗清把双刀分开 回马便走 彭起要逞功劳 纵马赶来 仪仗清便把双刀挂在马鞍桥上 刨底线取出红锦套锁 上有二十四个金钩 等彭起马来得近 扭转身躯 把套锁望空一撒 看得亲切 彭起措手不及 早拖下马来 孙力喝叫众军一发向前 把彭起捉了 忽炎卓看见大怒 奋力向前来救 仪仗清便拍马来迎敌 忽炎卓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仪仗清 两个斗到十余之上 急切赢不得仪仗清 忽炎卓心中想到 这个佛夫人在我手里斗了许多盒 到嫩地了得 心忙一急迈个破绽 放他入来 却把双边指一盖盖浆下来 那双刀却在怀里 提起左手铜鞭望仪仗清顶门上打下来 却被仪仗清眼明熟快 早把刀一格 左手那口刀望上直飞起来 却好那一边打僵下来 正在刀口上 争的一声响 火光蹦散 仪仗清回马往本镇便走 忽炎卓纵马赶来 定玉池孙力见了 便挺枪纵马向前迎住厮杀 背后宋江却好引十队梁将都到 列成阵势 仪仗清自引了人马 野头山坡下去了 宋江见活捉拿得天木匠捧起 心中甚喜 且来阵前 看孙力与忽炎卓交战 孙力也把枪带住 手腕上抄起那条竹节钢鞭 来迎忽炎卓 两个都是钢鞭 却更一般打扮 并玉池孙力是 胶脚铁铺头 大红螺猛额 百花点脆扫罗袍 乌油呛金甲 起一匹乌锥马 使一条竹节虎眼鞭 赛过玉池宫 这忽炎卓却是冲天脚铁铺头 萧金黄罗莫额 七星打钉造罗袍 乌油对欠铠甲 齐皮玉刺踢血乌锥 使两条水魔八棱钢鞭 左手的重十二斤 右手重十三斤 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 斗到三世余和不分胜败 宋江看了贺彩不已 官军镇里 韩涛见蛇了鹏起 便去后军队里进起军马 一发向前厮杀 宋江只怕冲江过来 把鞭烧一指 十个头领引了大小军士 掩杀过去 背后四路军马 分作两路 夹攻拢来 忽炎卓见了 急收转本部军马 各敌各柱 为何不能全胜 却被忽炎着阵里 都是连环马 官军马带马甲 人皮铁铠 马带甲 只露得四提悬地 人挂甲 只露着一双眼睛 宋江镇上 虽有甲马 只是红鹰面具 同龄智尾而已 这里射将剑去 那里甲都护住了 那三千马军各有弓箭 对面射来 因此不敢进前 宋江急叫明金收军 胡炎卓也退二十余里下寨 好 本次不读 暂到这里 那么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您好 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名助理 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看边听 欢迎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忽炎着百步连环马 宋江收军 退到山西下寨 囤住军马 且叫左右 群刀手 簇拥彭起过来 宋江望见 便起身 喝退军事 亲解其父 浮入帐中 分兵而坐 宋江便拜 彭起连忙 打礼拜道 小子被秦之人 礼和就死 何故将军 以兵力待之 宋江道 某等众人 无处容身 攒战水泼 权食避难 造恶甚多 今者朝廷 差遣将军 前来收捕 本和严谨救父 但恐不能存命 因此负罪交锋 乌犯胡威 赶起恕罪 彭起答道 宋之将军 仗义行人 浮危济困 不想果然如此义气 唐蒙存留威命 当已捐去宝奏 宋江道 某等众兄弟 也只待圣主宽恩 赦有众罪 妄生报国 万事不辞 宋江当日 就将天幕将彭起 使人送上大寨 交与朝天王相见 留在寨里 这里自一面 犒赏三军并重头领 记军情 有失为证 英风萨萨 护三娘 套索双倒 不可挡 活捉先锋 彭起志 梁山水坡 欲增光 再说 忽炎卓 收军下寨 自和韩涛商议 如何取胜 梁山水坡 韩涛道 今日 这司门 建安 崔军 进前 他便慌忙 演机过来 明日 尽数 驱马军 向前 避获大胜 忽炎卓道 我已 如此安排下了 只要和你 商量相通 随即 传下将令 叫三千匹 马军 坐一排摆着 每三十匹一连 却把铁环连锁 弹离敌军 远用剑射 尽责 使枪直冲入去 三千连环马军 分作一百队锁定 五千步军 载后侧应 明日 休得挑战 我和你 押后掠阵 但若交锋 分将三面 冲将过去 记忆商量已定 次日天晓出战 却说宋江 次日把军马 分作五队在前 后军十将簇拥 两路伏兵分于左右 秦明当先 诺忽炎卓出马交战 只见对阵 但之呐喊 并不交锋 围头五军 都一字摆在阵前 终是秦明 左是临冲一丈轻 又是花荣与孙丽 再后 随即宋江 引十将也道 重重叠叠 摆着人马 看对阵时 约有一千步军 只是雷鼓发寒 并无一人出马交锋 宋江看了 心中疑惑 暗传号令 叫后军且退 却宋马直到花荣队里亏望 猛听队阵里连珠炮响 一千步军忽然分坐两下 放出三队连魂马军直冲江来 两边把弓箭乱射 中间近是长枪 宋江看了大惊 急令众军把弓箭释放 哪里抵抵得住 每一队三十匹马一起跑发 不如你不向前走 那连魂马军漫山遍野 横冲直撞将来 前面五队军马望剑 便乱窜了 策立不定 后面大队人马 拦挡不住 各自逃生 宋江飞马慌忙便走 使将拥护而行 背后早有一队连魂马军追将来 却得伏兵李逵杨林 引人从芦苇中杀出来 就得宋江 逃至水边 却有李军张衡张顺三软 六军水军头领 摆下战船接应 宋江急急上船 便传将令 叫分头去救应 众头领下船 那连魂马只赶到水边 乱箭射来 船上却有棒牌遮户 不能损伤 慌忙把船照到压嘴瘫头 进行上岸 就水寨里整点人马 舍起大半 确实众头领都全 虽然折了些马匹 都救得性命 少客只见十勇十千 孙兴顾大嫂 都逃命上山 却说 步军冲杀前来 把电雾平拆了去 我等若无耗船接应 尽被擒桌 宋江依依亲自抚慰 祭典众头领时 众见者六人 临冲雷恒 李逵石秀 孙心黄信 小喽啰 众商待见者 不计其数 朝盖闻之 与同无用 公孙盛下山来动问 宋江眉头不斩 面带幽容 无用劝道 哥哥羞幽 胜败乃兵家常事 何必挂心 别生良策 可破连环军马 朝盖便传号令 吩咐水军 牢固债诈船只 保守贪头 小夜提备 请宋公明上山安息 宋江不肯上山 只就压嘴滩 寨内驻扎 只叫带伤头领 上山养病 却说 忽炎卓 大获全盛 回到本寨 放开连环马 都次第前来寝宫 杀死者不计其数 生擒的五百余人 夺得战马三百余匹 随即拆人 前去京师报捷 以免犒赏三军 却说高太尉 正在殿帅府坐牙 门人报说 忽炎卓 收捕梁山坡得胜 拆人报捷 心中大喜 次日早朝 月班奏文天子 徽宗甚喜 赤赏黄蜂玉酒十平 锦袍一领 拆官一元 击钱十万贯 前去行营赏军 高太尉领了圣旨 回到殿帅府 随即拆官 急捧前去 却说忽炎卓 闻之有天使志 与韩涛出二十里外迎接 接到寨中 谢恩受赏一辟 至久管代天使 一面令韩先锋 表钱赏军 且将捉到五百余人 求在寨中 待拿得贼手 一并解腹京师 示众施行 天使问道 彭团恋如何失陷 忽炎卓道 为淫贪桌宋江 深入重地 置被擒桌 今次群贼必不敢再来 小可分兵攻打 勿要肃清山寨 扫进水洼 擒祸重贼 拆毁巢穴 胆恨四面是水 无路可进 摇关窄扎 只除非得火炮飞打 以碎随巢 随军纵有能战者 奈原无路可施展也 九闻东京 有个炮兽灵阵 名号轰天雷 此人善造火炮 能去十四五里远近 火炮落出天崩地县 山倒十里 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贼朝 更践踏身通武艺 攻马贤属 若得天使回京 于太尉前言之此事 可以积极拆遣到来 刻日可取贼朝 使命应云 次日启程 鱼路无话 回到京师来见高太尉 被说忽颜拙求所炮手灵阵 要建大功 高太尉听罢 传下君旨 叫唤假账库 副使炮手灵阵那人来 原来灵阵族贯燕灵人也 使宋朝盛世第一个炮手 人都呼他是轰天雷 更兼武艺金属 曾有四具尸散灵阵的好处 火炮落石成锅碎 烟云散处鬼神仇 轰天雷起驰风炮 灵阵明文四百周 当下灵阵来参见了高太尉 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 便叫收拾安马军器起身 且说灵阵把应有用的烟火药料 都将坐下的珠色火炮 并一应的炮石炮架装塞上车 带了随身衣甲盔刀行李等剑 并三四十个军汉 离了东京取路投梁山坡来 道德行营 先来参见主将胡彦卓 刺见先锋寒涛 被问水寨远近陆城 山寨险峻去处 安排三等炮石攻打 第一是烽火炮 第二是金轮炮 第三是子母炮 先令军舰震起炮架 直去水边竖起 准备放炮 却说宋江正在压嘴滩上小寨内 和军师吴学究商议破阵之法 无计可施 有探戏人来报道 东京新拆一个炮手 换作轰天雷灵阵阵 吉木在于水边竖起架子 安排释放火炮 攻打寨炸 吴学究道 这个不妨 我山寨四面都是水坡 港岔甚多 宛字城离水又远 纵有飞天火炮 如何能够打得到城边 且弃了压嘴滩小寨 看他神地设法施放 却做商议 当日宋江弃了小寨 便都起身 且上官来 朝盖公孙胜 接到巨厅上 问道 自此如何破敌 动问未觉 早听得山下炮响 一连放了三个火炮 两个打在水里 一个只打到压嘴滩边小寨上 宋江剑说 心中辗转幽闷 众头领进阶失色 无学揪导 若得一人 又引灵阵到水边 先捉了死人 方可商议破敌之法 朝盖道 可拙李郡张衡张顺 三软六人召传 如此行事 岸上诸同雷衡 如此接应 且说六个水军头领 得了将领 分作两队 李郡和张衡 先带了四十五个 汇水的火家 召两只快船 从芦苇深处探路过去 背后张顺 三软 召四十余只小船接应 再说李郡张衡 上到对岸 便去炮架子边 纳声喊 把炮架推翻 军士慌忙炮与灵阵之道 灵阵便带了风火二炮 上马拿枪 引了一千余人赶将来 李郡张衡领人便走 灵阵追至芦苇滩边 看见一字摆着四十余只小船 船上共有百十余个水军 李郡张衡早跳在船上 故意不把船开 灵阵人马赶到泼边 看见李郡张衡 并重水军 纳声喊 都跳下水里去了 灵阵人马已到 便来抢船 朱铜雷衡 却在对岸 纳喊雷鼓 灵阵夺得许多船只 叫军舰尽数上船 便杀过去 船行才到波新之中 只见岸上朱铜雷衡 鸣起炉来 水底下早酸起三四百水军 尽把船尾歇斯拔了 水都滚入船里来 外边就是扳帆船 军舰都撞在水里 灵阵急待回船 船尾舵堕炉 以四倍拽下水底去了 两边却酸上两个头领来 把船只一搬 仰河转来 灵阵却被河下水里去 水底下却是阮小二 一把抱住 直拖到对岸来 岸上早有头领接着 便把锁子绑了 先解上出来 水中生擒二百余人 一半水中淹死 些少逃得性命回去 忽颜卓得知 吉林马军赶将来时 船都已过压水滩去了 箭又射不着 人都不见了 只忍得气 忽颜卓恨了半赏 只得引了人马回去 有失为证 灵阵素称神炮手 金轮子母一窝蜂 如何失却惊天手 反被生擒水泼中 且说众头领 朱德轮 拖得轰天雷灵阵 结上山寨 先使人抱之 宋江便同满寨头领 下第二关迎接 见了灵阵 连忙亲戒其父 便埋怨众人道 我叫你们 离请统领上山 如何嫩得无礼 灵阵败谢不杀之恩 宋江便与他拔斩已了 自执其手 相请上山 到大寨 见了彭起 以做了头领 灵阵闭口无言 彭起劝道 朝宋二头领 替天行道 招纳豪杰 专等招安 与国家出力 既然我等到此 只得从命 宋江却有陪话 再三眉举 灵阵答道 小可在此趋待不访 正乃老母妻子都在惊失 唐户有人知觉 必遭诸禄 如之奈何 宋江道 胆情放心 显日 取还统领 灵阵谢道 若得头领如此周全 似而明目 朝盖道 且叫做严席庆贺 次日 听上大聚会 众头领饮酒之间 宋江与众 又商议破连环马之策 正无良法 只见金钱包子汤龙 起身道 小子不才 愿献一计 除是得这般军器和我一个哥哥可以破得连环夹马 吴学鸠便问道 哦 贤弟 你且说用何等军器 你那个令亲哥哥是谁 汤龙 汤龙不慌不忙 插手向前 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 有分教 四五个头领直网京师 三千鱼马军 尽遭毒手 正是 既就玉京 勤泄制 谋成金雀 捉酸泥 毕竟汤龙 对众说出哪般军器 什么人来 且听 下回分解 另外 246519787Q群 可以为共同兴趣爱好者欢聚畅聊 欢迎加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